第八百四十六集 慕容锤 暗地里跟钱燕的旧臣 秘密打算恢复钱燕的国土 恰好这时丁宁人宅宾起兵 背叛了钱秦 图谋在洛阳攻打玉州墓平原宫福徽 钱秦王福坚通过驿站送信 让慕容锤统领军队去讨伐他们 十月向扶批敬言说 国王的军队刚刚遭遇失败 民心尚未安定下来 在那些负罪逃亡的人之中 渴望霍乱的人很多 所以丁宁人一带头 十来天的时间 响应的人已有数千名之多 这就是证明 慕容锤是燕国德高望重的人 有振兴恢复旧业的心愿 如今再把军队交到他手里 这是维护天意的做法呀 福匹说 慕容锤在夜城 犹如卧虎睡骄 经常害怕他制造夜肘之病 如今让他远行在外 不是看上去更好一些吗 而且宅兵这个人凶暴残酷 悖逆常理 一定不肯甘于下风 让两虎聚伤 我紧跟着去控制他们 这是变装子的策略呀 于是福匹就给了慕容锤 两千名老弱的士兵 以及一些残刺的铠甲兵器 又派广武将军福飞龙 率领一千低族骑兵 协助慕容锤 福匹秘密地告诉福飞龙说 慕容锤是三军的主帅 你是图谋慕容锤的将领 出发 努力吧 慕容锤请求进入夜城 拜夜宗庙 福匹没有同意 慕容锤于是就穿上便服 进入了夜城 守卫宗庙的官吏不让他进去 慕容锤十分愤怒 杀掉官吏 烧毁庙庭后就离开了 石月向福匹敬言说 慕容锤胆敢轻视 侮辱一方长官 杀官吏烧庙庭 反叛的刑迹已经显露出来 所以可以就此而除掉他 福匹说 在淮南失败的时候 慕容锤在主上车前马后 奉使守卫 这个功劳不能忘记 石月说 慕容锤对燕国尚且不忠 又怎么能对我们尽忠呢 错过了今天就无法除掉他 肯定会成为后患的 福匹没有听从 石月退下去以后 告诉人们说 福匹父子喜欢实行小恩小惠 从而不顾天下大计 最终将会被别人擒拿的 慕容锤把慕容农 慕容锤慕容少留在夜城 当他行进到安阳的汤池的时候 敏亮李贫从夜城赶了上来 把福匹与福飞龙的密谋内容 告诉了慕容锤 慕容锤以此激发兵重们心中的义愤 说 我尽忠福士 而他却专门想害我们父子 我虽然想善罢甘休 但是善罢甘休行吗 于是就借口说兵力不足 然后停留在河内招募兵重 短短的十天时间内 就已经拥有八千兵重 平原宫福徽 派遣使者去责备慕容锤 督促他快点率兵前进 慕容锤告诉慕飞龙说 如今离贼寇不远 应当白天休息 夜间前进 这样才能攻其不易 伏飞龙认为有理 二十七日夜晚 慕容锤派长子慕容宝 统领军队居前 小儿子慕容锤带领军队 跟随自己 命令低族士兵 每五人为一个编制单位 他暗地里已经跟慕容宝有约定 当听到战鼓声后 前后合击低族士兵 以及伏飞龙 把他们全部杀进 参佐当中有家在西方的人 慕容锤全都让他们还乡 并且给前秦王福坚送信 陈述所以要杀掉福飞龙的原因 当初慕容锤跟随福坚进入夜城 因为他的儿子慕容锤 曾经多次向前淹慕容平告发事变 所以立即杀掉了他的母亲 然而尚不忍心杀掉慕容锤 让他住在城外的管舍内 很少去见他 等到杀了伏飞龙之后 慕容锤屡屡进县计策 对慕容锤多有启发 慕容锤转而认为 他这个人不一般 对他的宠爱程度和其他的儿子一样了 慕容锤以及前淹旧臣的儿子 燕郡人王腾 辽西人段岩等 听说宅宾起兵 各自率领布区加兵归附了他 平原宫福辉 让五平五侯毛当讨伐翟城 慕容锤说 我今天将要为先王学耻 请求卫将军斩杀这个低奴 于是就身批铠甲一往直前 瀕灵的兵重紧随其后 大败前进的军队斩杀了毛当 接着又进军攻打数位陵云台的军队 攻克了他们 并且缴获了一万多人的铠甲兵器 28日 慕容锤渡过黄河以后 焚烧了桥梁 拥有三万兵重 留下辽东的鲜卑人 可足魂潭 在河内的沙城汇集兵重 慕容锤派田山到叶城 秘密地告诉慕容农等人 让他们起兵响应 当时天色已晚 慕容农与慕容凯留在叶城中过夜 慕容绍先行出城 到了蒲池 偷窃了扶批的数百匹骏马 然后等待慕容农和慕容凯 29日 慕容农、慕容凯带领数十名骑兵 身着便服出了夜城 于是 他们就一起去了猎人县 九年 假身 公元384年 春季正月初一 前秦长岳公扶批 大规模的宴请宾客 邀请慕容农 却没有见着人 方才发觉事有变故 派人四处寻找 三天之后才知道他在猎人县 已经弃兵反叛了 慕容凤、王滕、段岩 全都劝翟兵 尊奉慕容锤为盟主 翟兵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慕容锤想袭击洛阳 但暂且还不知道 宅斌有没有诚意 就拒绝他说 我是来救援玉州的 不是来投奔您的 您既然要干大事 成功则享受其福 失败则承受其祸 所以我不参与这件事情 初二慕容锤抵达洛阳 平原宫扶灰 听说他杀了傅飞龙的事情 于是把他拒之门外 翟正又派长使郭通 前去劝说慕容锤 慕容锤还是没有同意做盟主 郭通说 将军之所以拒绝郭通 难道不是认为 宅斌的弟兄们 是身居山野的异族 没有超人的才能和远大的谋略 肯定无所作为的缘故吗 为什么唯独不考虑 将军今天凭借他们 就可以成就一番大业呢 听了这话 慕容锤就同意了 于是宅斌率领他的兵重 前来跟慕容锤会合 劝慕容锤称帝王的尊号 慕容锤说 新兴侯慕容是我们的国主 应当迎接他回去 重归正统 慕容锤考虑到洛阳四面受敌 想攻取夜城巨授 于是就率兵东晋 过去的浮渝王于卫 任行阳太守 他和昌黎的鲜卑人位居 各自率领自己的兵重 投降了慕容锤 慕容锤抵达行阳 众属下执意请求晋上尊号 慕容锤就依据晋元帝的遗归 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 秉承君主的旨意行事 称为同府 众属下称臣 文表奏书 封官授决 全都和君王一样 慕容锤任命他的弟弟慕容德为车袭大将军 封为范阳王 任命哥哥的儿子慕容凯为正袭大将军 封为太原王 任命宅宾为建议大将军 封为河南王 任命于卫为正东将军 同府左司马 封为浮渝王 任命卫居为阴阳将军 慕容凤为剑侧将军 率领二十多万兵重 从石门渡过黄河 长驱直入 奔赴叶城 慕容农奔赴猎人县的时候 在乌桓人鲁丽家中停留 鲁丽给他准备了食物 慕容农抱之一笑 没有吃 鲁丽对他妻子说 恶奴 君郎是贵人 我们家里贫穷 以至于没有什么可给他吃的 这可怎么办才好呢 妻子说 他有雄才大志 如今无缘无故地来到这里 必将有不寻常的事情 肯定不是为了吃喝才来的 你赶快出去观望着远方 以防备不测 鲁丽听从妻子的吩咐 慕容农对鲁丽说 我想在猎人县集结兵重 以此来图谋复兴 你能跟我一起干吗 鲁丽说 不论生死都跟从军郎 于是慕容农 就到乌桓人张湘那里 劝他说 我家君王已经发动了 复兴就业的大势 改兵等人全都推举尊奉他 远近的民众全都响应他 所以我来告诉你 张湘叩头两败 说 得到了过去的君主 并且还尊奉他 怎么敢不尽死效忠呢 于是慕容农 就让住在猎人的居民作为士兵 砍桑树鱼树作为兵器 撕下一斤作为旗帜 派赵秋去劝说图阁人毕聪 毕聪与图阁人补盛张炎 李白郭超 以及东夷人鱼和 赤博 易阳的乌桓人刘大 各自率领布中数千人 投奔慕容农 慕容农暂时任命张湘为辅国将军 刘大为安远将军 努力为建委将军 慕容农亲自率兵 攻克了管桃 收缴了内里的军粮武器 派蓝寒 段 赵秋 穆渝 掠夺了康台的数千匹木马 蓝寒是后燕王慕容锤的唐舅 段是段聪的儿子 于是不骑兵云骑 兵重多达数万 张湘等人共同推举慕容农为史迟节 都都河北驻军事票其大将军 对于众将领则根据他们的才能加以任用 上上下下 恭敬顺从 慕容农考虑到后燕王慕容锤还未抵达 不敢擅自赐封奖赏将士 赵秋说 军队没有奖赏 士兵不会勇往直前 如今前来投奔的人 全都是想建立一时的战功 以谋求长远的利益 应该秉承国王的旨意 对他们封决受官 以扩大中兴大业的根迹 慕容农听从了他的意见 于是前来投奔的人络绎不绝 慕容锤听说了以后 对此加以赞扬 慕容农派使者招纳上党的库官伟 在东面掩引东阿的启特归 在北面征召后燕国的光烈将军平锐 以及平锐的哥哥汝阳太守平佑 库官伟等人全都响应他 慕容农又派蓝寒攻打顿秋 攻了下来 慕容农号令严肃 军队秋毫无犯 男女百姓十分高兴 将军队七毫无犯